上个月回国了两周,总感觉意犹未尽 尤其是我这种胃口刚刚恢复的孕妇 在普吉岛这个美食荒漠里,格外思念我大中华美食 于是一冲动就给孩子请了两天假 加上周末一共四天的时间飞到香港旅行 这次旅行就三个目的 吃美食,买东西,再带孩子去一趟迪士尼 这是我第三次来香港,第一次是十年前 第二次是2018年 这次是疫情结束香港通关后的首次 到达香港后,热情的香港司机大叔跟我聊香港的近况 他说香港现在已经故乡了 两岸恢复通关后,赴港游客减少了很多 尖沙嘴只有以前一半的人流量 这次行程我在香港只有四天,时间很短暂 我住在尖沙嘴的一个大概印象 就是工作日的客流量大概是减少了三四成 不过到周末,尖沙嘴依然还是人山人海 所以如果整体上说的话,客流量真的是减少了很多 那为什么香港没有以前那么香了 作为一个爱观察,爱总结的博主,我也聊聊我的感受 首先就是在购物体验上,香港的价格优势大大不如从前 来香港之前,我有看上一个LV的包包,想着刚好就到香港去买 提前上网做功课才发现,香港专柜的价格居然比泰国的贵多了 甚至比国内的价格还高 于是我就不想着买包包了 改看电子产品,护肤品,还有几个品牌服装 做完功课下来,发现只有寥寥几个牌子会比泰国,比国内便宜的 我前两次来香港的印象就是这些东西香港都是比国内要便宜很多的 但是现在对比一下来说,香港真的是没有什么价格优势了 不过对于我这种生活在普吉岛大农村,购物环境非常匮乏的人来说 香港遍地式商场,品牌齐全,货耗齐全,依然是我理想的购物天堂 但是如果对于生活在国内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 国内的商场以及网购都很方便 香港没有了价格优势,吸引力自然就少了 其次就是这次的一个重要行程,迪士尼 香港迪士尼已经18岁了 作为中华区第一个迪士尼 这里也曾经是内地年轻人来香港的重要旅游项目之一 但是自从2016年上海迪士尼开幕 香港迪士尼的地位和吸引力就开始下降了 跟又新又大的上海迪士尼相比 港迪就显得又老又小,活动也少 这是我第二次来港迪 上次是十年前 整体感觉游玩项目跟十年前差别不大 尤其是这次我自己没有做好行程规划 选择了周六去,人非常多,还碰上下雨 真是累上加累 而且因为下雨,大部分的室外活动都取消了 整体体验感不佳 如果一辈子只去一次迪士尼的话 真的不推荐港迪 还有一个让很多内地人不愿意来港的原因呢 是香港服务业多年来积累的坏口碑 以前看在价格优势的面积上 态度差还能忍 现在既然价格都差不多 那干啥还要去看香港贵姐的脸色呢 我前两次来香港的时候 的确也碰到了很多不礼貌的香港人 看到我是大陆人 讲普通话就翻白眼 我跟香港的朋友吐槽这个 朋友告诉我说 有些服务人员态度差 也不是只针对内地人 而是对谁都很差 不过这次我来香港四天 同样是讲普通话 体验感却跟前两次完全不一样 碰到的香港人都是很热情 态度非常好的 唯一一次我想吐槽的 就是机场入境的时候 因为我是持大陆护照的孕妇 就被机场的工作人员盘问 以及检查证件 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 大概是怕我在香港生孩子吧 政策问题我也理解 不过查完证件 也就愉快地放行了 除了一些内地游客 也有不少香港本地人 觉得香港不香了 这两三年已经有几十万香港人 离开香港去了其他国家 大概是对社会环境不满 香港的房价太贵 创业成本太高 年轻人缺乏向上的通道 等各方面的原因吧 香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有人离开 也会有人进来 不断地更新迭代 以保持城市活力 不过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持有第三国长期签证 可以入港七天 可以在香港一站式购物 能吃到世界各国 以及中国各地美食 可以同时感受 中华文化和港式风情 可以感受都市氛围 文化氛围 香港有山有海 城市干净也没有堵车 对我来说还是很香的